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个核赛卢是一名高大的中锋 马丁内斯之所以牵下核赛卢就是看中了他的身高 背身拿球能力以及投球能力 所以很简单即便按着新代记将会主打防守反击 以及两翼齐威的战术 那么吴磊擅长的技术又刚好吻合这套打法 因此就不排除吴磊会成为新帅手中的重要棋子 当然机遇和好运他只属于强者 而且大帝还需自身硬对不对 所以吴磊吧 吴球王们只要真正的表现的真的像个球王 或者像个国产媒体 他才会无愧机遇 才会常有好运 最后期待吴磊能够在西亚联再终有精彩的发挥 最后今天看到这次您怎么看到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看到